因为这个class 我印象中好像只能放一个 因为它有好几个class 这个class的话 你可以从什么 我刚刚讲的检查 按右键检查 你会发现这边有很多个 怎么知道这个class很多个 因为它每一个class 每一个类型 它中间都会加空白 那heisen后面我印象中好像直接只能放一个 你不能放多个 放多个会找不到 所以我们就理论上就放第一个好了 那怎么知道第一个是OK的 其实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Ctrl-C 然后Ctrl-F 先确定一下 找一下是不是也是找到六个 如果找到六个 像我是用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连结来做练习 那理论上应该OK 所以我就class放一个什么 PL video title link 这个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 我要找那个标签是A 就是超连结的 然后我的样式是符合这一个的 找到他有六个 OK 那这六个的话把它列出来 那并且最后要怎么样 把这六个把它print出来 他就会帮我把那些东西都把它列出来 可是我最后要的结果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title 再加上一个超连结 一个title一个连结 那这个地方怎么改 首先第一个 当然我把它列出来 你会发现 我要的资料是这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你必须跑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呢 我们可以写成for each 因为每一个的我都要 所以我可以写什么 写一个就是for s 好的 for s 就里面每一个 每一个每一段每一段我都要 那我先把什么这个串列里面的第一个 先放在s里面 那我怎么抓到他里面的这个文字 其实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 s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点什么 点test 就是那个里面的点test 它里面的字 帮我列印出来看看 所以你把它print 你会发现 这里面呢 就会是 我先把上面这个print关掉 这样比较不会那么乱 OK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字 我的title先出来 超连结先不要 OK 那怎么 print它 那你会发现 它出来的话 就会是那些title 但是会有个问题 前面怎么样 好像有一些不要的东西 后面呢 也会有一些不要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他后面加一个点什么呢 点strip 去掉 前面有讲过 然后刮糊 里面的话呢 我把那个什么呢 把那个空白去掉 看一下 空白去掉 OK 空白 你看前后好像很多空白 把空白去掉 空白去掉 那换行去掉的话呢 反斜线n 把这个空白加反斜线 帮我把它去掉 OK 看一下 有没有 空白加反斜线 去掉之后就干干净净了 OK 或者其实除了strip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replace取代 反正跟那个word的那个方法 取代方法一样 好 那我们已经得到我们要 底下的话 如果要得到超连结的话 那就print了什么 print 根据我们那一段里面 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get方法 一样用get get的话 特别是在刮糊里面 就给它什么呢 给它你要的那个东西的前面有一个 这个叫属性 或者叫attribute 就是属性 这个属性叫href 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或者直接打上去也可以 放在哪里呢 get这个ref 你帮我把那个href带出来 并且放在这个的下方就OK了 把它print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就出来了 好 这样的话基本上OK 不过 好像前面少什么 少那个 那个http 有没有 那个什么youtube 所以其实你可以再把那个youtube的超连结 这一些有没有 你再把它放到前面 串接到 好 这样子的话相对的会比较完整 所以你可以把加一个这个超连结 那个http开头 然后串接什么呢 串接后面的这东西 然后帮我把这个东西串在前面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应该就是完整的超连结 看一下 OK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再把它变成网页的话 等下去才会连结过去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你用beautiful soup 你会发现 哇 真的好简单 一下都抓下来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 还是可以啦 土法链钢 每天就再来一次 那如果网页上面一堆东西 你要的 你有每天这样复制贴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每天在那边复制贴 复制贴 我觉得他倒不如把爬松学会的话 那当然就简单 而且这个的效益 如果你要抓的网页数量非常大 像国外几千个几万个网站 你只要把那个规则写好 时间一到自动爬 爬到资料库 自动帮你判断 自动产生报表 自动产生图表 自动email给对方 这样就全部都可以写出来 对不对 而且效益非常大 只要你每天你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如果你 你要找的资料越多 那当然你效益越高 做不完的东西 所以之前有一些金融业的朋友 他说老师你这太好了 如果我这东西把它全部用在我每天工作上面 那可以赚到很多钱 OK 尤其国外的一些相关的网站 因为你半夜你会有睡觉的时间 因为有时差 但是程式不用睡觉 时间一到自动去抓就好了 OK 有点像时间 schedule 排好 OK 好的画面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开个头 就是网页 爬从我们先爬那个 我们平常看 最常看 像那个YouTube上面清单 如果你要把YouTube清单抓下来 那就可以用我今天教的这一段程式 总共大概10行左右 就可以很快的把资料抓下来 那后面还会教各位稍微再更复杂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后面好几个范例是抓那个什么Yahoo的新闻 然后ET Today的新闻 或者是Yahoo股市 或者是什么台银外汇 反正还有很多 你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抓得下来 OK 所以那今天大概时间也只能先到这里 下一个礼拜最后一次上课 我们就把后面的几个范例带完 大概就差不多了 等于因为这个课程时数价还蛮少的 所以大部分的预期就是 至少把各位带进来 至于再更入门 再更进阶的话 也许可能再往后也或许还有机会 OK 那今天先到这里 OK